接下來要關心的就是 有一對這個鄉親的基盤 對這個台報告台中 來做這個 黑子宮的這個選舉的志工 還要自己來下課 將這個年輕人來支持黑子宮 不過這個年輕人 有哪讓這個網友給他爭執了 給他考慮說 這兩個可能是這個酒店的妹妹 這個台中的減風 現在認為說 鋼頭蓋的內容 已經違反到這個選白髮 所以現在減風 有哪兒昏暗 要做新版 人質的力量很可怕 就是 這對鄉親的台中 是靠得很傷心 如果沒想到 自己攪一段鞭筆 支持黑子宮 所以故意改變 網友如果加接 還加一個酒店的臉 將這段鞭筆扣在網路 將鄉親的節目的工作 是酒店休假 就連兩支鞭筆的所情的歌手 也要加上字幕來睡眠 兩支模樣表現 他們只是把黑子宮 當作是偶像來支持 不像這段鞭筆 會引來這樣配片 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 台中的地獎書表現 由於改變的內容 適合違反選白髮 也已經主動調查 目前所瞭解的影片內容 有影射女子是從事酒店業的服務工作 並且與市長候選人有所接觸 那這個部分是否有不當的一個影射 我們會進行了解 因為違反選白髮是工作多 將會結婚案進辦 看這兩個頂端的內容 也有不一樣的碎片 用這樣的司法打壓年輕網友 跟年輕網友 把這樣可受公平的事情 用司法的資源來處理 來打壓這些年輕網友 我們覺得這樣好嗎 而且年輕人很喜歡 在網路上面創意 大家應該多多幫忙 他們以真面的眼光來看待他們 經過了解 這個將鞭筆改變婆桑王的 是一個綽號做了小貓的網友 只要加這新聞鞭筆 風氣正在進入 我現在已經在政策當中 記者台中總法報道